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超級二直播 8月23日 今天呢 跟大家說說一個 《春,又見香港》這部紀錄片 大家也沒聽過 這部紀錄片 如果有人看到電影 新聞如果有人看看新聞上網之後 原本沒有人知道 看到這個感覺也不會這樣的 都不知道是甚麼春來的 聽到這個角色jekt的感覺 英文翻譯過來了Spring Seeing Hong Kong again 他的英文名字真的是這樣 即是香港知春 春天然後再見到香港 這個 就是拍一部紀錄片 懷疑是讚揚香港政府 春又見香港 被揭露 聲稱自己獲得 國際電影獎項 原來這件事就是 斷政 不存在的 也被揭發 原來整個製作團隊 都是假的 整個都是假的 於是 西方世界對於這件事 再一次 感受到中國大陸 大外宣的可怕 受到中國大陸 Sorry 因為這個電腦 一旦動就是這樣 你可以繼續說 打斷了 你先按停了那邊 這裏繼續錄下去 因為那裏斷了線 因為那裏斷了電腦 因為那裏斷了電腦 斷了電腦 他說這部影片 就是 被這個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 研究計劃揭露 這部電影從製作團隊 到國際反應 都是由頭到尾都是造假的 中共大外宣失敗的一個案例 短片說什麼呢 這部影片 就是一個25分鐘的短片來的 這個短片裏面 中國大陸的政府就並不是 極權的壓迫者 而是一個 充滿善意的管理者 就說 中國大陸中共在香港協助 從政治動盪之中回復 以及 協助武漢肺炎的疫情 壓制 甚至乎是幫助香港 從中回復 香港其實是沒有事的 香港所有事情 不妥都是來自中共 本身的 所有罪我的根源就是中共 這個就是那個導演 這個只是那張圖 這個可能是不存在 這個可能是收錢的鬼佬五毛 甚至乎那個鬼佬連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他被人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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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導演 但外宣和內宣現在沒有分別 現在外和內在循環 所以現在我 不會再分外和內 因為現在 是一樣的 現在結果就是 也是跟我們平時的藍媒 做的一樣 說了一大輪話 就貶低你們的民主運動 抬高中共在背後的高效率 充滿善意 每一件事都是充滿惡意 即是中宣部在做的事情 跟以前 大陸所有的宣傳 全部都是歪曲歷史 把那些事假的說成真的 這套 發新聞稿說在這個布拉格電影節 獲得最佳 紀錄片的獎 結果有很多人 很多人就覺得是不可能的 布拉格被人少了 一查發現這件事 原來是不存在的 即是沒有這個獎的 肯定不會頒給他 怎麼會頒給他 其實就是孔子和平獎 自己作的東西出來 他們以前 大外宣和大內宣是分得開的 外面做的事情是騙外國人 外面做的事情是騙外國人 現在因為 因為 他們做的惡行 全世界是通暴的 這些內宣和外宣 他們現在就做不了 大翻譯運動 內宣全部翻譯給人家看 所以現在大陸全都很糟糕的 以我們所知 其實美國 美國的人也會看的 美國也有很多YouTuber 好像我們那樣說中共的東西 所以他們現在是美國人 美國人也會說的 他們屬於是CCPCCP的 已經開始跟蓬佩奧 同步了 他們知道是說CCP的 非常好 我要教大家一句俄文 因為這句 就可以 防止你變成 支難人 中國在這句俄文 就是 蝦丹 因為昨天我看了一段影片 他的白鵝 盧卡申科 參觀了一間 電單車製造廠 那間電單車標榜著全部是國產的 他一問起來 原來沒有辦法全部國家生產 我們有部分的零件 是來自外國 他一問 這是甚麼 發動機 是中國的 那樣子是中國的 他就開始很生氣了 為甚麼都是中國的 幸好我們跟中國人的關係好 每一句中國就是揭胎 所以 中國你應該認做涉丹人 就不用做支難人了 涉丹生產 是涉丹生產的 發動機 死氣喉 那些應該不是中國大陸 發動機的 總之全部都是大陸 那些發動機應該是搞不定的 白鵝的要求比較低 對白鵝來說 白鵝也做不到 買太陸貨 但大陸的關鍵零件應該不是大陸生產的 我想是 我稍後把影片說完給大家看 我們跟那些鬼佬YouTuber交流不了 別人說英文的節目 這是一個中文節目 我們到時找一些朋友幫忙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一個交流 這是香港話節目 香港話節目 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其實這個鬼佬 你說得對 他肯定是被人困難 這張是照片而已 這張是照片而已 說這部電影是要製造的 這個可能是演員或者這個人也不知情 他不知情 我覺得他被老點的機會很大 因為試過很多次 那些大陸佬請了 拳王過去拍一條影片 發春藥 是春藥廣告來的 朗拿道被金桑子那個女人困了去大陸 踢一場慈善賽就給50萬美金 朗拿道聽得那麼開心 踢球而已 誰知道被人拿出來做金桑子的廣告 另外有個做毛恥 剪了照片就做了春藥廣告 連錢也沒有被人拿到 大陸是這樣的樣子 大陸就是這樣的 他只是批圖而已 把金桑子的廣告變成了春藥廣告 沒有意思啊 你說叫美國逼他遵守那些 尊重知識產權 他的字眼叫做尊重知識產權 你連國際條約都逼不到一個國家遵守 你叫他自己去尊重知識產權 你看看荷里活那些人 天真到不得了 個個都天真叫做天真 中國人 他們對於尊重是有另外一個認證 他們是無恥的 又想舔大陸 因為中國對於尊重這兩個字 他們的演繹跟外國是不同的 他們吃狗肉可以解釋到我們要超渡這隻狗 因為他這隻狗很慘 我們吃了他 我們要超渡他 其實美國是很撕裂的 上次特朗普的選舉 那種撕裂法 其實跟香港 近乎拍得住 但是美國現在不是說拜登上了台後 有美國國家安全法 誰說話就抓了 全部人都在那邊 是有半個美國在罵的 美國真的抹開了兩邊 現在美國的施力程度大過很多地方 不過有民主制度 大家相信那套制度 其實他也是 成疑問的 上次已經強行來了一次 他這次再強行來 現在又想強行來 其實會很大反彈 再這樣下去 他想通過這個司法手段 令特朗普失去了參選總統的資格 所以就不斷找這些東西出來 例如搜尋了海湖莊園 待會我們會說一節 因為特朗普現在出招了 控告聯邦政府 待會我們再說 其實大陸 已經是毫不掩飾 以前他會做很多假的事情 主要是分開兩邊的 一邊是欺騙貴老 一邊是欺騙自己的中國人 現在他也好像撈亂了 兩件事他自己也搞不清 究竟是欺騙誰 他現在搞不清 因為就是 內外循環 現在完全沒有策略 還有香港政府 現在這群人真的很笨 全部都是豬利 李家超根本就不懂 這群人不只是笨 他們是短時 其實應該這麼說 笨就肯定是笨 再加上短時 因為其實他連自己留任多久 拿了多少好處都不知道 和你以前 例如梁振興政府 林鄭覺得自己可能做完五年 做了十年 我在想怎麼做十年 去控制香港 現在那屆 李家超那屆 更加是今天不知明日事 自己有多少 總之就是收割了 他們知道自己沒有了道 他們覺得可能兩三年自己沒有了道 現在有多少 即是 什麼都先帶了 先殺了 香港現在是殺豬盤 他不是在殺你嗎 不過他現在不是赤裸裸去殺你 實際上這群人就等於你在香港 在殺香港 收割香港的所有東西 當自己的袋子 中共的外宣 其實越來越失敗 因為隨著全世界對他那種不信任 他沒有辦法再去取信於人 騙都騙不了了 誰再相信你說話 全部都是假的 尤其是貴老 之前不是說有一個瑞士專家 說中國什麼什麼都很好 結果被人發現那個瑞士專家沒有這個人 瑞士政府出來說 他說找不到你中國的那個人 他現在沒有了效能 所以他現在只能夠好像那些藍媒那樣 自己打飛機 把那些藍絲也不相信 結果大量藍絲開始疑問 他們其實是搞不定的 這個其實是好事來的 你再看下去 現在也不相信 因為知道那些謊話 騙不了人 好像大陸 司馬蘭告訴你怎樣愛國 怎麼會被人揭發他在美國 現在香港的五毛是怎樣的呢 有些跟你說 可能那些也是那些盲無基層的那些 就跟你說香港沒事 你看香港多正常 又說移民潮很大影響 他真的當沒事 看東方的暴羅縱緩的阿伯一樣 其實現在大陸也是 大陸那些所謂的國師 金燦鳴剛剛說的那些 全都是這些人來的 那些是拿進門 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有事的人 就在說國家平民國家大事 中國怎麼贏 美國怎麼輸 東方報道說的那些東西 國際版 他的國際版 他的港版也是叫人移民的 所以我贊成他的港版做的事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鬼魂真的不幸了 被人放在上台 被人騙了 可能他也沒有收過錢 可能沒有 可能不知道叫他拿張Poster拍照 可能完全沒有收過錢 可能他以為是support Hong Kong 看到Hong Kong 看到Hong Kong嗎 真的會中的 鬼魂真的會被人騙 我們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